我可以先直擊一下你的分享嗎 非常喜歡直擊 養樂多 是不是會唱一首歌 欸等一下等一下 欸這誰買的啊 我昨天晚上看還沒有啊 這誰買的啊 那你可以先告訴我們一下 揭秘一下 這一間原本是誰的辦公室 那你這兩天掃描嗎 裡面有沒有什麼 輕忠舔工的證據 我對這一櫃特別感興趣 這一櫃齁 你們等一下有字樣的 全部都馬賽克 對 我已經被你看了 就是 就是最可以公開透明的 叫做 國會台八線等你來發現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陳志涵 戰狼小姐姐 國會台八線這個名稱是怎麼出來的呢 我們台灣民眾黨有八席的立法委員 他們各自分別佔了八個不同的委員會 等著要一展長財大展拳腳 來關注台灣非常多的重要的民生法案 接下來呢他們在立院裡頭的表現 都會透過我們這個節目 一一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另外台八線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就在中部喔 它其實是這個貫通東西部的一個重要幹道 連接的是台中、南投還有花蓮 是台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條道路 這個節目還有一個特點喔 就是我們要來開箱大家不為人知的內幕 比方說誰在寄生國會啦 誰在認真的監督立法 那麼今天第一集我們要來開箱黃國昌的辦公室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質詢台上的黃國昌吧 誰在阻擋 一個 誰在阻擋 我想沒有人在阻擋 所以如果不是有人在阻擋 是現在的蔡政府沒有能力 針對這些應該要處罰的事項 提出規範的準則嗎 可是呢在他的助理面前 他是長什麼樣子呢 馬上我們一起去直擊 來看一下 補償委員他的鄰居 好 好 這通常 這通常 只要這麼說人家都見過大場面的 走 嗨 老師回來了嗎 對老師回來了 老師回來了 老師回來了四次 對再見 好喔 噔噔 嗨 嗨 老師老師我們來執行你的辦公室 可以啊 請歡迎坐好 你剛剛不是還在黨團開會 是啊回來了 馬上回來 對啊回來了 你可以帶我們參觀一下你的辦公室嗎 好啊 整間辦公室 我進來沒有改裝過 完全就是前一位委員他使用的格局 雖然對他的格局我也不是那麼滿意 他呢為了反正就趕快開始工作 然後不要花時間 不要浪費公堂 我們就維持他原來的樣子 然後我唯一添購的下去 就這兩張木桌 其他全部都不是我 那你可以先告訴我們一下 揭秘一下 這一間原本是誰辦公室 到跌離 那你進兩間掃描嗎 裡面有沒有什麼 青棕田跟我們的證據 我對這一櫃特別感興趣 這一櫃齁 你們等一下有字樣的 全部都馬賽克 每一個資料夾裡面 就是我們在追蹤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一個案子 那這些data其實 從我在上一次在國會 到離開國會 一直到公益建立吹套者保護行為 我們都一直都留著 有一些還在進行的案子 我們是持續的追蹤 我第一次2016到2020 在國會的時候 我那時候追得很兇的一個案子 是叫做如心必案 唯一可以讓你看的 唯一給你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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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給我的信心 就是 就是最可以公開透明的 叫做柯文哲政策記者會 沒想到我們竟然 也可以在這邊有一席之地 柯文哲主席 當你看到這個資料夾的時候 你就知道本辦公室 多把你的政策當一位事 重點是這裡面沒有B案好嗎 你把它跟他們放在一起 有點怪嗎 我們這邊就是同仁工作的區域 他們就是相對而言 對他們比較不好意思一點 空間比較窄 但他們本來格局就這樣 我們也不曉得要怎麼變 再來一個是我們當初 最困擾的空間 我們那時候看了這個空間 想說這個空間到底是在幹嘛的 感覺好像是在接待客人用 所以後來就 我們也不想動了 就放著 這個白白還不是買的 是我們自己舊的 我可以先直擊一下你給我講嗎 可以可以 非常喜歡直擊一下 養樂多 是不是會唱一首歌 欸等一下等一下 欸這誰買的啊 我昨天晚上看還沒有啊 這誰買的啊 DAM 你們是故意要衝康我嗎 你們放養樂多在裡面幹嘛 不是沒有喝養樂多 沒有喝好工作 哪有啊 亂搞 這個都市傳說是不是 沒有養樂多不能工作 我叫你們買冰咖啡買一些喝的 結果你們買養樂多來 他們買養樂多來孝敬你 我覺得孝敬很動人 他們不是來孝敬我 他們是來消遣我 我們花最多錢的就是這塊板子 這塊板子是新天購把它黏上去的 針對最近這個立法院總務處 第一個好像他們找的這個廠商 這個價格有灌水 其實包含我們自己黨團的委員都有碰到狀況 他們說一張桌子從外面移到裡面 然後再把這兩張桌子跟另外一張對調 本來報價9000 天啊 這樣子等於說是人民的公堂 因為你一個人就是補助總共加起來35萬 有必要的錢就不要花了 處於一個可以工作的狀態就好了 白板8000多 然後兩張那個黑矮桌加運費加組裝2400 所以我們大概花了1萬出頭 你現在有時候也會在這邊直播嘛對不對 對 因為我 我有看到這個燈 對啊 這個燈就是直播用 還有這盞燈啊 對 所以你本來是在協會那邊 然後現在把它搬過來 是 大部分都會來這裡 你工作時間有多長 還不短 你的同仁們的公時 他們都很愉快 他們都很愉快 我剛剛你還沒來我先來訪問喔 什麼 你還沒來我都有先訪問過 對 他們一定跟你說他們很愉快 絕對不會有第二種答案 有經過訓練是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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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相處很愉快 我絕對不會強迫他們幹什麼事情 我覺得老師人對我們超好的 希望他身體健康 一定他情緒起伏連大 肉圓可見的大 祝福老師 萬壽如江 浮如東海 一飛沖天 一手話都跟他說 那麼老師一飛沖天 一飛沖天 他在過鄉大年福利 他在過鄉大年福利 有什麼福利 私下有時候很幽默 他剛開始用IG 把那個咖啡 早安咖啡文 把觀眾回他本就很開心 他說 大家好像很喜歡咖啡文 那总裁帮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新的会期跟新的伙伴们一起来工作 对自己未来的这几年 有什么样的展望 我觉得其实在立法院里面最主要的工作 就三个部分 就是修法 我们对在选前所提的那一些改革的法案 那些扶国立民的法案 民进党跳票很久的法案 我们希望能够赶快过 那第二个部分呢 其实是监督 台湾民众党八个立委 在针对大家关心重要的民生议题 提出咨询监督行政部门 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到下个会期 才会遇到预算的审查 民进党执政这八年 其实你会发现 他的公务预算每年不断的在膨胀 那还有很多特别预算 都是人民的纳税钱 随着整个会期的进展 大家会看到台湾民众党 在国会里面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我们希望能够为人民实现 推动改革法案的价值 针对民进党很有意识的操作 只要呢我们要推优先法案 说要跟这个在野党合作 他就跟我们抹啊 说这个是你们就是 呃小蓝教啊 或者是说这个蓝白核推什么法案 然后背后可以看到这个阿公的阴谋 你有没有什么要破解的 那根本就胡扯嘛 他们应该做的是先出来谢罪 每次都挑一些东西 说后面是阿公的阴谋 就是在巩固他们绿营的基本派 他们透过改变话题来去试图闪躲 他们承诺长袭跳票这个不堪的事实 好我们在黄国昌委员的办公室里面走了一圈 的确发现没有太多的砖潢 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沿用前任委员的东西 甚至就连我后面这个透明的这个板子喔 透明玻璃 那同仁说呢 这上面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上面有立法委员这几个字 刮的不是很干净 为什么呢 因为是同仁自己用手把抠掉的 他们说如果再请这个工人来施工的话 可能就要花好几千块 所以呢不要浪费钱了 那么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民众党呢 其实为整个国会带来了新的气象 新的国会新的气象 国会台发现等你来发现 未来我们会开箱更多台湾民众党的 立委们的内幕 当然我刚刚说了 到底谁在计深国会 谁在认真的监督法案 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发现 下周见咯 拜拜 这里比较厉害的是这里 这个是什么 这里是一个 因为同仁说有看到一些漂亮的杯子 剩下的就是 要送我们 委员不是 是其他委员 不要呢 都把它整理 你们到底是去哪边捡东西回来 到底立法院捡牌的地方在哪里 有时候把文章看清楚了再来问吧 如果搞不清个问题的话 问出来的问题都有点离谱啦 这种题目不需要回应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请请问你一下 知道最近还是要见面吗 常常见啦 谢谢大家谢谢 好快休息了 对今天应该可以收工了吧 好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拜拜 谢谢谢谢 谢谢 叫有像吗 哦有 很像很像 超像的超像的 超不爽的 这边的地带忙 国会台发现 等你来发现 我是民众党团副主任思宇 今天呢 要带大家继续来挖掘 国会到底有哪些好玩的事情 而且我们今天要持续去直击 一位委员的办公室开箱 大家知道我们站的这个位子啊 有没有觉得非常熟悉 因为这个位子呢 就是每天啊 立法院委员受访的时候 一定会站的地方 你看麦克风都已经架好了 所以如果委员要受访 就是人直接站到这边 那媒体就会在这个现场 全部say好 然后就等问委员的问题 但是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令人尴尬的地方 如果你还记得有一个画面 我也没有办法 理解隐藏说 他为什么觉得参加秘笈进步党 相关的买权 不能买到 相关的买权 或是相关法院的秘密 都讲一个立法院的小秘密好了 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 立法院中心大楼的一楼啊 其实有两台的ATM 偷偷讲一个小秘密 其实在这边 你领到钱 全部都是新潮 诶 真的都是耶 真的都是耶 然后搭电梯的时候 有时候气氛很尴尬 因为有可能你刚刚在异常里面 有没有跟人家 就是有一些争执 或者是互相有一些动作的委员 你可能就在同一台电梯里 然后有时候电梯 用每一层楼都停 有时候超尴尬 那大家看这边 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去的是 哪个委员办公室 当然就是杉杉委员的办公室咯 我觉得这个位置 真是蛮好的 因为一出来直接转弯 就倒了 那我们就 完全在他们没有防备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冲进去看看 杉杉委员办公室 到底在干嘛 哈啰 哇 这是一个非常 peace的办公室 你看 我们说了哈啰 结果大家都在办公 都没有人离物过门 那我们就先来突袭一下 委员的办公室在哪里好不好 哇 一进来 其实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屏风 然后还有很多玫瑰花 那我们直接现场来看一下 哈啰 杉杉委员 哈啰 杉杉委员 委员在办公室 我这办公室实在没什么特色 就是一个办公的空间 对 然后我都在说 别人应该很有特色 其实我完全没有打理 所以就是人就进来了 这里是 是苏正清委员的办公室 然后我进来的时候呢 他已经整理得很好 然后我叫做几乎没有动 他原来家具里都很OK 然后他要维护得也很好 所以我们就是 拧个皮箱就进来了 这书家是我们从 我带进办的办公室带来的 大概就是这几个家的桌子 嗯 其他都是原貌 然后外面也是 哦 所以基本上叫做 无缝接轨 直接进来 所以还没有时间做自己的装修 哦 因为上一集 国产委员也讲说 他就是都照原本委员的 对 百百八千多 然后两张黑暗桌 家运费加组装两件事 这大概花了一万柱筒 结果我们今天遇到更厉害 零支出的 好比那个国产委员还猛 这个办公室到目前为止 有啦买这个价值 买这个 自己没 279块上网买了 这个桌子都是我们在选举时候用的嘛 这个书架也是 本来是放在那个 我上次选举的时候的 2022的时候 对我总部 然后后来借那个 借阿贝的进办用 哦 然后进办完了 我又把它办回来 所以他真的已经使用过非常多次了 就是重复使用 然后这个是 因为我们会去参加什么小草见面会 那小草就会送我们很多 可爱的礼物 那谢谢大家 真的送了很多很多的包包 我大概有二三十只的包包 大的看 哦有大的小 这是最大的吗 没有有一次这么大 哦 那个在我的床边 对我下次拍给大家看 这个是 这两天我去上节目 是一个小女生 她用AI 自己设计 这么有才 然后把我的脸放上去 她就设计说 啊有一个女生骑着一只 抱抱楼 就叫我往闪闪看 小女生送的耶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 她会送我小霞 小霞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小霞是谁吧 小霞是我的狗 没错没错 超级无敌可爱 但是每天看着她就觉得 这样你心情就会很好 就是这边啊 很多包包容 这还怎么有一只都偷牢 她是走错棚吗 还是为什么会 她是这个旧爱的新欢 新欢都在一起 而且这两个实在都很可爱啊 我觉得珊珊姐喜欢的 娃娃有一个共通点 老老实实 对然后眼睛很大 看起来很无害天生的那一种 好像蠢蠢的 对对 称称称称 因为珊珊今年跟阿伯一起骑完那个 我去年完赛了 去年就完赛了 所以已经骑两年了 我只练了一个小时 然后第二天就上场了 然后我们今天的状况比去年还好 所以表示那个学育操劳还是有用的 不过听说珊珊不满足于现况 只是骑脚踏车 听说珊珊要进化成铁人 好像要参加 其实我的目标就是将来要三铁 但是不可能一次做就是慢慢做 八年多前生病 但我生病之前我完全没有运动 我生病之后医生就说你要运动 好那我就开始运动 所以我开始 电车 然后练跑 我前年完赛10K 哇 今年我要看看是不是能够跑21K 21K就办法了 我四月要先去跑10K 然后如果四月跑得好的话 我11月我想去跑21K 哇塞 那还有很多日月胎 还有另外一个是 60岁以前要很多日月胎 哇塞 那三三晚上都在哪里夜跑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想迟到 这礼拜三我要去河濱公园 内湖 我们有一群人叫做内湖铁人 他们本来礼拜三晚上都在那里演 然后我只是去 然后有教练会教 我觉得运动就是要有办 因为大家知道珊珊是很资深的艺人 而且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加入名义代表行列了 现在还是很年轻啦 现在还是很年轻啦 差一点讲错话这样 等一下说六届市艺员 然后再到副市长 再到现在终于进立法院 你觉得来立法院的感觉 跟你想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来立法院跟议会会很不习惯 因为议会比较单纯 然后只有六十几个 然后委员会也都满 这边是一百多个人很多 第二个就是他的事情多 大 因为全国性的事务 第三个就是这边的制度 就是让每个委员都要很忙很忙 去每个委员会这样 好像去那个逛大街 然后一直要排队啊什么的 其实花时间很多 对不像我们在议会就 早上十点才开会 哈哈哈哈 这边好像很早 要把钱到 我们那个采委会的第一名的 林特副本人好像五六点就去了 以前还有夜宿的喔 对啊对啊对啊 前一天晚上都睡在那边了 他们就那几个委员就是 就是五六点就来了 他们为了抢第一个发言 因为他们发言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记者 focus比较多 因为脱胎完 可能记者结稿了就离开 所以其实很多委员都会抢前面 所以这就是一个那个 竞争十分激烈 抢头抢的地方 天 除了这边之外 其实外面还有一些空间 对啊 这是我的办公室 我觉得他当时整理的还不错 所以都是沿用旧的 你看到的都是旧的隔间 对只有这个桌子跟书架 是镜总搬过来的 对是镜总搬过来 听说这台冰箱也是 也是镜总搬来的 这里比较厉害的是这里 这个是什么 这里是一个 储藏室 蛤 所以里面会放什么 它里面还有一个衣帽间 对 大家都知道投给民众党委员 非常值得 你看从红山委员到红山山委员 这个装修费用 几乎没花钱 对 因为他原来的状况都还不错 地板也都是好的 对 你几乎没有 完全没有 目前没有花任何 没有必要的钱就不要花了 我第一次看到委员办公室 就是有那个行动店员 而且听说是只有在这边租 要在这边还 才会免费 如果你拿着出去想说去外面还 那就要付钱了 这些结果也是 也是旧的 旧的 留下来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方便 而且我们很资源回收 这些都是捡回来的 都是捡回来的 所以这些上面都是旧的 其他委员要丢掉的 我们就去把它捡回来 哇塞 其实这样是很多钱 对 这样是不是有点那个 很像盖帮 山山委员知道你们办公室的 马克杯有几个吗 因为同仁说 好像还有 有看到一些漂亮杯子 要送我们 委员 委员不是 是其他委员 不要呢 真的把它整理一下 就放在这边 你们到底是去哪边捡东西回来 我们等一下要跟 山山委员一起去 到底立法院的这个 有减薄的地方 资源回收的地方 在哪里 立法院有一个 很好的挖宝的地方 就是这里 就像那种小的 小的系统柜 就是OA家具啊 然后甚至是 沙发也有 有 而且看起来其实都蛮 看起来还不错 对啊 还有小冰箱 早上要不要买冰箱 它有咖啡饮 对吼 我觉得有这个机制 至少让大家还可以 再使用一下 我还蛮环保的 之前我是觉得他 很严肃 实际上接触他 觉得 他很亲切 然后对待我们员工 非常的 温暖 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特别胸 不要 不要 那你觉得那时候 在当总監事的珊珊 跟现在在当委员的珊珊 有什么不一样 在当委员的时候 就是比较就是 开会的时候碰到 然后碰到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 很小 旁边挺多在看到 比较亲切的一面 那私底下的珊珊姐 是会讲笑话的吗 很小 真的会 会吗 就有时候 她觉得 都会帮我这样的事情 然后讲的讲完 之后我们所有人都这样 嗯 特别因为 大笑 笑点 我们不太一样 我都觉得这个很像一个花园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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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讲完啦 嘿嘿嘿 因为珊姐是在财政委员会嘛 对 我们也很关注居住正义的问题 对不对 嗯 那这周我们要推一个法案是 这个礼拜我们要推的法案 其实居住正义有几个法啦 就是包括我们希望租务市场正常 嗯 它应该要揭露更多的讯息 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大家 其实台湾有很多房子 嗯 我们的空屋率 空房子是8% 那我们希望把这些人呢 的房子能够试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接下去会推 类似空屋水 就是你不要去养房跟空 你如果租给人家 你就可以减免 其实房子要有人用嘛 嗯 好 第二个是 呃 我们希望推动将来的 租务市场能够透明 嗯 比如说你能不能设户口啊 你能不能申请租金补贴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年轻人在外面租房子 通常会碰到 爱你不准你去申请租金补贴哦 对 我如果租给你哦 对 所以它这种恶性循环 就让租屋市场不透明 而且最重要是让 不管是北漂或是来台北工作 对 居住的人还是有一些权力在 是啊 我们这种北漂少年 都要很多年很多年后 大概三四十岁才有机会 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嗯 我觉得其实满 满辛苦的 嗯 对所以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在立法院推动的各项法案 没错 好想问 突然间好想问 这张员 最近有这个有收过每个话吗 嗯 选举的时候会收过很多话 嗯 对但是没有特别 特别的人送什么特别的话 已经很久没有人送话了 好这句话大家有听到啊 好大家可以自己争处一下 好好好 等一下我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白宫 大家都知道熟悉北一年 实际上以前的松山里高叫北三女 北二女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古色古香的立法院 大家都知道这个对面是开大医院 他在医院对着这边过来 这个有些传说就对了 灵异的传说 因为说 韩国人在这边弄头发了 我听说他上星期来就说 很快 再赶时间快点 把了 哈哈哈哈 国会台发现 等你来发现 又到了我们开箱的时间了 今天拍摄的时间呢 是3月19号星期二 每次到星期二跟星期五的时候 立法院都要进行院会 而现在是休息时间 不过尽管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媒体 都已经等在现场了 他们要捕捉 哪一些立法委员会提早到现场 来准备咨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上个星期发生了一件大事 请洪源深汉咨询 我到 邱委员智委咨询 我在场 请郭委员国文咨询 我在场 请图委员全集咨询 我在场 已寻达完毕 现在休息 院长不在啊 院长为什么可以不在啊 原来是因为院长赶着下班 所以没收我们质询的权利啊 院长 我穿着高跟鞋 差一点就被 就扭到脚啊 我想院长可能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啦 因为院长是不是已经下班离开了 好大家都看到了上周五的时候 好多位民进党的立委冲到了 韩国瑜院长的院长室 要跟他讨一个公道 说他们的质询权竟然是被没收了 那么原因是呢 陈庭妃委员他改成书面质询 结果后面呢 韩国瑜院长在唱名的时候 好几位就没有到 但是呢 他们坚称说 议事人员没有通知他们哦 可是现在议事人员也说 他们还原了整个过程 不但是有通知 而且在前一天就通知了 那么为了摆平这两方呢 事实上昨天韩国瑜院长 还在院长室里头召开了会议 包含我们的总招 黄国昌总招 台院长如果他才是 什么样的结论 台湾民众党这边都会接受 不过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今天我们就来请问一位专家了 这位专家呢 也是我们的新科委员 张琪凯委员 志恩好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呢坐在我旁边这个 琪凯哥哦 以前都叫他琪凯哥 他是我新闻界的前辈 那琪凯哥这一届呢 也是我们的民众党的新科立委 事实上过去 您也是经常在立法院里面跑来跑去的 我从民国76年就在这边采访新闻了 现在坐在这个位置 那时候志涵出生了没有 的确是出生 早期的记者可以到 议场里面去 但是有一次发生那个谁 许国泰大家知道吗 也是名嘴很有名 他有一次很生气 拿那个黑金刚 那时候大哥大很大 他打了那个红一青 那之后他们就发现说 里面太危险了 就叫记者都到楼上来 就不能再进议场了 所以后来好长一段时间 我大概有八年的时间 都是坐在这个位置 采访这个立法院的新闻 这就算回调家啦 先来回到我们刚刚提的那个题目 其实很多人都一头雾水啊 立法委员到了执行时间 不应该就坐在台下吗 不是应该在那边等吗 那现在这个争议到底是怎样 以前有没有发生类似的状况 以前发生过几次啦 事实上立法委员的总执行是非常重要的 那事实上立法院的这个周业 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第一个在你执行的前一天 例如说平常是二跟五会的总执行 那在礼拜一或者礼拜十前一天啊 就是你是哪几个人是要总执行 排序是清楚的 例如说今天是王鸿威 林德福 武村城 宗嘉宾 每个排序都是清楚 而且连时间点都有 第二个 当天 前三名他会在通知你 是 而且你说第一名是王鸿威 第二名林德福 第三名武村城 那在王鸿威在执行的时候 他也要通知宗嘉宾说 对对对 你在三点名之后你就进来了 所以他是排序是非常严谨 那更重要就是 德法资产工 事实上立法院的前线 竟然这么重要 而且他已经这么细腻的这个规定了 你知道你当天 不只是当天喔 你连哪个时段是你的执行都知道 所以当天你本来就应该坐在那里 所以现在民众对民进党 很多立法院说 什么自己在那边没收 真正的关键是什么 你当天本来就应该坐在议场里面等 好 这我再还原一下 事实上昨天在院长室里面 议事人员把这个调查清清楚楚 他们说呢不但在前一天 像秦才哥说的有通知 那么在当天的时候 当陈廷飞委员改成书面的时候 中午通知了一次 然后呢下午大概1点50分的时候 又通知了一次后面的几位委员 提醒他们要提早到喔 但是现在呢这个红山委员 他们还是坚持说 他们没有收到通知 那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就要看院长怎么才是 当天一开始真正的骨牌效应就是 本来陈廷飞应该问的嘛 那因为他是执政党啊 他就把他改成书面了 那事实上当天下午第一个是谁 是国民党的罗民财 罗民财委员 所以事实上立法院已经投资了罗民财 后来两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三个都通知了 所以他们三个人都是知道要回来的 可是卡在什么地方 因为那天罗民财迟了一点点 罗委员民财咨询 不是本来应该在立法院里面等 是啊 我完全支持韩国瑜的这个处理风势 你说自己现在算是一个最资深菜鸟 你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你以前都是在台上 在这个二楼的记者席 来看文员们质询 现在自己在下面质询 你第一次的时候有发抖吗 不会 因为我把我的行政院长跟那个经济部长 交通部长当成我在主持电视节目时候的来宾 我好 厉长你是科学家 你数学很好的 对 我想发生这个状况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所以我那天的这个胜则跟卖楼就是说 你台店应该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这个买店 到底升不得太贵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工作的确是非常重要 那凯哥今天也要带我们去看一下 立法院里头很多有趣的场景 好 走 好 很多人到立法院来呢 都会觉得哇 古色古香的 对不对 事实上呢 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院议场的部分 其实在旁边 记者都在昵称是红楼啦 事实上呢 这过去是这个台北周历第二女等高级学校 就大家都知道熟悉北一女 事实上以前的中山女高叫北三女 北二女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古色古香的这个立法院 所以现在立法委员上班跟开会的地方 事实上就是以前这个北二女学生上课的教室 没错 好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事实上呢 这边有西洞还有南洞 那么这边两洞呢 其实1919年就已经盖好了 后面的这一洞反而才是最新的建筑 对 这其实平常二跟五开宴会的地方 事实上立法委员从大陆刚到这个台湾的时候 开会的地点是在中山堂 是 那后来选了这个地方 这个北二北二北二女 之后发现连个异常都没有 所以在民国47年盖了这栋新的这个异常 所以这栋是后来盖出来的 那我印象很深刻 以前这个前面啊 这边有一个小水池 我以前常跟那个立法委员那个朱高正啊 或者是康宁响 以前当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边绕着这个小池塘 一边散步 好像那个哲学家 我们都讲说是哲学家的那个城市 那绕个大概五六千 新闻也问完了 然后也散步也都散好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对面是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对着这边过来 那这个小水池就有一些传说就对了 灵异的传说 后来就被填起来 所以那个小水池现在大家看过去 已经没有被填起来了 OK 除了在你办公室之外 你过去还会去哪些地方走走 比方说我们有听说 这里面有立法院的三宝 甚至还有很厉害的理法厅 对 等一下我带大家到那个理法厅去看一下 等一下我发现一件事情 白宫 哎呀 这边还有小草 这一台车 是哪个民众党的立委还是助理 还是民众 搞不好是民众来的 立法院的理法部在哪里 大揭秘 没有洞天的 很厉害 你看都很老旧 这都铁皮这样打起来 你就知道立法院的空间多瞎 是是是 对啊 我们看一下上面都是解词 对啊对 所以是感觉很临时的 对啊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立法院的理法部 真的很有名欸 我们都会透过那个新闻看到 这两个都是我非常非常要的朋友 我们都是一起变老的 我们以前国会记者要采访新闻 就是利用他们那个 例如说王建平王院长 来这边理法的时候 而且王院长跟以前那个刘松芳刘院长 是不是现在的那个韩国瑜都常常来 那韩国瑜或者是王院长 他们在这边弄头发的时候 那记者不是只有我 包括那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上义夫啦 善后姿啦 我们就围在这边 然后院长一边弄头发 一边跟他聊天这样 反正也跑不掉 对对 跑发已经剪一半也跑不掉 你问什么他都答什么 哈哈哈哈 我有问题 请问在哪里冲头 在这边吗 对 比较穷实一点 就直接这样冲 对 比较穷实一点 设设比较反逗 那韩国瑜我知道 是他当了立法院院长以后 他也常在这边 不过听说韩国瑜在这边弄头发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头发 乌溜溜秀发还很多 对不对 就要整理很久 真的吗 那现在听说近点 我听说他丁那边来 就说很快 再赶时间快点 李光头就好了 哈哈哈哈 这边是情报交流中心 你都做到新闻 要在这边跑才会有 重要的情报 那是因为大姐 他们的口风都很紧啦 对 口风很紧 如果有交情就会有新闻 哈哈哈哈 这边的 理法的 费用大概是多少钱 200块 哦 包型吗 该涨架了 没有啊 如果像韩国瑜 那个头比较难理 也不要收贵一点 哈哈哈哈 这个沈柏阳委员的 发型看起来比较薄 这个要收费 要比较贵一点 好我们到九楼了 所以办公室在这边 对 等一下你的办公室门口好特别 对啊 这是113个地方而已 唯一一个 放了这个国债中 国债中就是提醒大家说 现在的国债有多少 最新的统计 已经到今天为止 我们中华民国 国债负债的多少钱 另外我在体检那个 中油跟台电 它是每一个礼拜统计一次 那未长余额你看 一年期以上的 5兆9638亿 然后短期的 3041亿 那就是合计 这平常所谓的国债 就是6兆2678亿 平均我们每一个人 肩膀上就 债务就是26.8 你家里面做四口 就是超过100万了 我们进去办公室看一下 对这个是那个 这有鸡蛋 台电的 这是我总试询的时候 台电本来是金基姆 就现在变成败家子 它以前每年大概都会赢 就是说一两百亿 然后缴回来国库 结果现在不是 你看一年亏了一两千亿 所以这个金基姆变成败家子 上个会期主要是法案 然后到了下会期 行政院就会拔虐 明年度要的这个 政府中央总预算 到底要花多少钱 例如说大家很熟悉的 例如说 今年就是两兆 两兆八千亿左右 那这个每一本 就是每一个单位 像这个是台电的 台电的预算书 这么厚厚一本 那中油也厚厚一本 台水也厚厚一本 经济部本身也有一本 加起来有两百四十几本 那就是从里面去找出一些 可以开源结论的地方 所以发展过这几天 大家很生气对不对 它是一个中纪的办公室 它只要用一年半 就是一年六个月 一年半就花了七千万 那更离谱的 装潢费 装潢 你要一个地方用一年半 你用了三千四百万去装潢 我那天我就问了 我就问主记长说 你当初怎么会同意他用这笔钱 他这知识无论没办法回答 怎么赶快把那个黑洞 吞噬我们纳税者 那个黑洞把它堵起来 而且就像柯文哲一直在强调 要注重财政纪律 我们赶快共同来努力 开源结流 为了整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人民的纳税钱 你要看钱盒包 好非常谢谢齐凯委员 今天我非常聚焦在 我们要如何抢救你的纳税钱 那今天的国会台八线 我们带你来看到这个 张齐凯委员的办公室 其实呢委员办公室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简洁啦 那相信你也会在这里面 爬梳到非常多 预算里面的猫腻 然后呢帮人民盯紧我们的盒包 那今天的国会台八线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 欢迎下个星期持续锁定 拜拜 好谢谢志涵再见 欢迎下个星期持续锁定 我跟我說好玩吧 我說不好玩 我好期待 春城無處不飛花 寒時東風玉柳霞 所以當時有因為這個綽號 為委員帶來一些什麼福利嗎 請問這一屆立法院 誰就是哪一個委員的年紀是最大的 外表看起來好像 這是春城委員講不是我講的 國會台八線等你來發現 大家好 我是民眾黨立法院黨團副主任陳思雨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一起繼續開箱立法院 但是你以為只有開箱委員辦公室嗎 那就錯了 因為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到一個非常熟悉的場景 如果你還記得這個後面的樣式 是不是覺得很熟悉啊 因為這裡就是我們立法院民眾黨黨團 這個地方也是第一次解密給大家 通常主席來開會的時候 參與會議他都會坐在這邊 那總召還有我們的副召 還有幹事長 以及所有的委員都會坐在兩側 那你以為民眾黨團有這麼大氣嗎 一個看似只能坐十幾個人的空間 其實我們坐了將近二三十位 所以你會發現旁邊還有很多的 折疊式的椅子 都是要與會的同仁要坐的地方 0730是一個非常肅殺的時間 因為才剛起床那也還沒有睡得很醒 但是成會就馬上開始 這也是我從2015年在北市府到現在 主席非常非常堅持 維持一個認真工作的傳統 今天呢我們就要去開箱一位委員 這位委員非常非常的低調 但是呢我們也因應委員低調的方式 我們就先由辦公室的側面 讓大家慢慢來了解 到底這位委員 是不是跟你心裡面想的是一樣的 那等一下我們就一起去開箱 走吧 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 就在吳春城委員的辦公室 那今天呢 我們要用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就是用側面直擊的方式 先從我們的助理夥伴們下手 所以現在呢 我們要來進行一個叫做默契大考驗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第一題來了 請問以下 哪一個是吳春城委員 曾經有的外號 A 飛天小指 B 飛花公主 C 飛音展示 B 飛舞翹公主 請大家亮牌 哇 非常好 第一題就出現完全不一樣的答案 我覺得因為委員他有主夢的夢想 所以我就想說 哇 就是等於說說往天空之類的概念的意向去想 委員他有綽號的時間說 我連我都還沒出售 哇塞 這是我大學時候的外號 因為我叫吳春城 春城無處不飛花 韓史東風玉柳霞 所以當時有因為這個綽號 魏委員帶來一些什麼福利嗎 沒有耶 鏡頭前不能說 我以前都喜歡那些機械系的 哦 就是東西也比較不出現 中文系也交不到女朋友告訴你 我那時候大學的時候 本來有一個女朋友的交往 還不錯 後來他帶去到家裡 他爸爸看 哦 我在國立大學的 爸爸還笑嘻嘻的 後來問我說你哪一系 我說中文系 爸爸馬上變臉了 差點拿掃爸爸我掃出去 那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第二題呢 請問下面哪一個委員 立法委員喔 是吳春城委員曾經的同班同學 我期待看到不同的答案 怎麼會呢 怎麼會全部都是B 我們兩個感情非常好 林維州也不是你後來所認識的林維州 哇塞 這都爆料一集了 大學多文青啊 你不知道 他畫畫 寫詩 後來是誤入政壇 我進來分一個月之後 他有來看我 第一句要問我說好玩吧 我說不好玩 我好期待 第三題呢 應該大家會比較熟悉 如果這個答錯了 可能 我覺得委員回答完之後 大家可能要明天注意一下囉 請問吳春城委員 創建的戰國策 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 哇塞 哇塞 我最喜歡看到這種 完全参差不齊的答案 戰國策它其實比較是一個 行銷整合公司 然後所以很多人會誤解 或是說有一些有心人士會特別用就是 做文章 戰國策是現在是一個 國際中和的一個傳播公司 是台灣最大的商業公安公司 網軍什麼TITO全都是惡意的政治操作 我連TITO的帳戶都沒有 還說我是上班人 太離譜啦 至少查證一下嘛 不然去找唐鳳查證一下嘛 唐鳳出來敢說我是的話 我馬上持立委好不好 有一家以前是做伺服器的公司 然後呢 他也取名叫戰國策 那本來就是河水不換井水嘛 我在做公關傳播 他在做伺服器 但是到後來這幾年喔 他更親門踏戶這樣子 說他是選戰教父 這個就明顯的故意模糊 他從來沒有以前選戰的業務 某一個報的一個總編輯喔 他說他有跟我們合作啊 戰國策做一些選舉的 我說沒有沒有這個啊 他說沒有我還跟他對話咧 那當場在我的面上就問了說 你們老闆是不是叫吳春城 結果機器人還會想嗯嗯這樣子 這一個事情他真的是已經有違法了啦 這個損害民意的啦 好接著我們進行第四題很快齁 第四題倒數第二題囉 請問下列哪一個不是吳春城委員 所在的教育文化委員會的委員 你看我們有C跟D C跟D啊 等一下啊 哥偷偷的他邊講C跟D啊 然後就轉過來然後默默要補上 黃玉銘跟黃國昌不是 哇這太簡單這題目太簡單了啦 天天都在跟我同事的 對 我選擇那個教文委員會 主要是教育部跟文化部 因為我在推的壯士帶是一個 本質是一個文化運動 第一從思想從文化從教育 這是一個最根本 所以呢從這個教育啦 好這裡推動 最後一題要問大家的是 請問委員現在的辦公室 上一屆是屬於哪一個立法委員的 看你們記起來的時候有跌倒嗎 所以你是2015年喔 欸欸你為什麼要推我 我沒有推我 欸幹嘛推我 我沒有推我 欸欸欸你X 冷冷的冰雨在臉上 胡亂的拍 暖暖的眼淚跟海語混成一塊 冷冷的冰雨在臉上 胡亂的拍 暖暖的眼淚跟海語混成一塊 聽說您的辦公室的格局 非常非常的特別 立法院唯一特殊的 同仁是一間 委員是一間 為什麼這麼好康呢 對啊為什麼到底 為什麼這麼好康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 因為這個喔 委員辦公室是抽籤的 有一個非常會抽籤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 就把他挖夾挖到我們辦公室 真的一抽就抽到這一間了 以後如果你要任何的抽籤 就請他帶領 我才可以出租 好 請幫我們聯繫一下面 吳深層委員辦公室這樣 聽說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空間 我以為可以帶我們去看一下嗎 你看這邊還有整個的玻璃 而且他的鏡子是三面耶 整個的青面的玻璃 所以還有很多衣櫃啦 什麼樣的 哇這個很像是自己家裡面的 對啊 更衣室 抽屜超多耶 女人左右還有抽 總共有六個抽屜 就一個女生來講也剛好啦 對 不會太過分了 可是在辦公室這樣的空間 對男生來講就有點怪 這樣子 我發現一個小秘密 委員平常有防曬的習慣嗎 有啊出門一定要這樣子塗一塗啊 不然一下馬上變黑人 竟然要跑外面的行程啊 你們試試看 你們能夠曬過幾天喔 為了讓大家更認識委員 目前吳深層委員在的委員會是 教育文化委員會嘛 所以我們今天有準備了幾個 讓大家更認識 對小小考試 可是委員對考試應該 應該不怎麼擔心啦 沒有還是很怕考試 喔真的嗎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 委員到底有多怕考試齁 那我們第一題呢 就想要問委員的是 請問下面哪一個選項 不是教育文化 職責要審查的預算單位 A是核能安全委員會 這個是 B是數位發展部 這個不是 C是故宮博物園 這個是 沒錯 哇 乒乒乒乒乒乓 這個是交通的啦 這個我沒有去過 好那第二題問委員的是說 根據立法院網站 3月22號最新的資料顯示 請問教育委員會 目前還有多少的法律案 還沒有審 這個設計很壞耶 三題都很近耶 對啊 我真的怎麼會知道咧 來問一下我的主任好了 喔問一下主任 C3 C C對不對 很正確嗎 其實二十案這樣算多嗎 如果在委員會來講 少少少 算少 對啊 政黨比較和諧 所以不會整天吵架 接著第三題 請問這一些立法院 誰 就是哪一個委員的年紀 是最大的 然後這一題呢 我們絕對沒有放吳孫成委員 因為他在裡面算是年輕的 對啦 陳超明嗎 是嗎 答對了 委員太強了吧 委員從哪裡分析出來了 你這一題有一點難耶 外表看起來好像柯建民最大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 春晨委員講 不是我講的 沒有為什麼特別講到這個呢 因為我們從立法院 就可以看出來 年紀絕對不會是最大的問題 柯建民 是不是表現得非常的 有活力呢 對不對 對對對有活力 戰鬥力很強 沒錯沒錯 每天都看得到有這個 第四題要問委員的是 目前啊 因為這個管碧琳 他有在接受質詢的時候 他有說 自稱他自己是本席 本席從來保護他們到現在 本席勒 換位子都搞不清楚 為什麼立法委員要稱自己叫本席呢 因為 投票嘛 委員是 一個 一席就是一個 一個一個投票數 這個席其實代表的也是民意 你是用民意在立法院為大家發聲 所以才自稱叫本席 可是不是說 是一個權位的管理不是嗎 壯人有八百多萬人 哇塞 所以你一席承擔八百多萬 對說我要努力爭取壯時代的認同 下一次 我們阿伯就有八百多萬票的支持 那最後一題呢 也要問委員的是 就是因為之前嘛 大家在炒了有一個爭議 就是要唱名去質詢 這個警鈴的慣例 它有一個時間的限制對不對 那請問這個時間差是幾分鐘 七分鐘 哇塞 完全不用看ABC選項耶 基本概念好不好 我們隨時要跑步看著什麼 離多遠不能離 不能離超過七分鐘跑不到的地方 七分鐘是叫做最後空碟了啦 不是說七分鐘才讓你突然知道這樣子 有心想要去的話不會趕不上 對最重要就是這個 有心想要質詢都不會趕不上 最後呢其實我覺得很多 跟我們一樣年紀的朋友都會想說 其實壯世代好像還離我們很遠 其實有很多的現象是離我們非常近 而且跟你可能有很大的關係喔 壯世代完全是一個年輕人的議題 這個在當分母的就是工作勞動的人口 然後被撫養的人 就小孩跟老人 就當分子對不對 對 目前呢我們是四比一 四個人撫養一個人 因為我們少子化 所以我們的分母就越來越小 把分子拉下來當分母 其實這些人本來就很壯的 但是我們一直把它視為老人 你不要叫他老人 你只要叫他壯世代他就壯起來了 長壽經濟就是這一代的年輕人最大的金礦 你要看到這個機會跟這個問題 現在委員辦公室有一個 螢幕一直不斷的在出現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專油機 就是在挖那個石油 這也是我的問證的策略 我採取專油策略 那這個油井的就是壯世代 壯世代呢跟所有的部會都產生問題 教育部呢完全忽略了高齡的教育 讓這些人沒有人生目標跟方向 文化部呢基本上只有45歲下的文化 45歲以上的文化就當作廢棄物 交通部把75歲視為恐怖分子 要吊銷你的駕照 勞動部呢把這個45歲稱叫做中高齡 開玩笑45歲 出國念書回來都已經快40歲了 45歲就開始代退 金管會財政部啊 你超過65歲 你要買一個金融商品喔 他就會盤問限制很多 沒有人在處理這個問題 總統只要我任內四年 或者是八年不要發生的事情 我都用錢解決 人口已經產生這麼大變化 你還要用舊方法再解決嗎 所以你根本沒辦法對症下藥嗎 我們有一個部會透過這個全面性的修法 至少有100項的法律要修 真的很謝謝吳春城委員 今天還幫我們帶來了一個這個 整個有主題性 然後跟我們要專注在的一個議題 就是壯士帶的議題 那當然呢其實民眾黨持續的在為大家服務 因為除了傾聽大家聲音之外 就像委員一樣 我們要務實的幫大家解決 生活裡面的不公不義 所以吳春城委員其實在每週二的晚上 也有提供線上的免費的法律諮詢服務 民眾黨立法院黨團跟黨部 我們也有推出每個禮拜的禮拜一晚上 也有12名可以登記免費法律諮詢 歡迎大家多多利用民眾黨這些服務的措施 國會台把線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民眾會滴 symungen 人民大人 的